裡面啊 有一些同仁一直有在顧問說 我們的大量解故事為什麼一直在演 是不是說我們勞動局這邊在 在推拖拉或是在壓 我在這邊聽各位來澄清喔 這一次我們華裔發生這個事情啊 那個勞動部跟勞動局 真的 卯足了錢力在幫忙我們 我想各位也知道啊 林國偉不是那麼 那麼好捨的啊 那個頭真的硬的這樣怎麼一樣啊 我真的今天想拿 因為我是做黑手的啊 今天想拿那個鐵錘去敲他的頭啊 給他醒醒啊 那這一次因為那個 我們為什麼勞 那個大量解故事為什麼一直都沒有送出來 其實公司這邊一直有把誰好要送 但是 你中華藝館公司竟然趕一下子 資錢的兩千多個人 你的錢在哪裡啊 你的資錢會裡的 資錢會都沒有講 然後就一按A4的送過來 所以勞動局長為了保護我們同仁啊 就跟法院這邊說 你送過來我會推薦 你要把你的資金講清楚啊 你這個兩千多個加錢 你給他資錢 資錢會都沒有 開什麼玩笑啊 那當然我們這一次 陳盟那個公部門這邊 尤其我們這個 鄭市長 然後我們勞動局長 然後張科長這邊啊 有直接 有直接 直接 找上那個我們的林郭文練 董事長 其實大家也知道 我們中華藝館是誰在掌控 是誰在掌控 是誰在掌控 就是林郭嘛 824號他趕快跳船 那我們呢 我們同仁要跳海嗎 所以 在9月份 那個 我們鄭市長 跟 陳局長 晚上 9點多 去找林郭文練 談到 晚上1點多 所以 我們昨天 也有 勞動部 勞動局 也有積極請我們公會 資方去談看看這個 這個大總要怎麼拿錢出來 但已經有一個 比較正面的回應 林郭也會出面來處理 那 如果快的話 我們的租錢費 或是我們的 薪水 大概 在12月底 當然錢還沒有拿到 因為這個構成裡面 可能還有一些 非常要去克服的 譬如說 我想大家也知道 現在市場派 這個錢頭捏緊緊的啊 一直想要 打這個大同 他現在錢拿出來 就你法院 人家馬上去告 你大同徒利 法院 拿錢出來 又被告 不拿錢出來 會被我們告 我看他現在也是 也是不舒服啦 林郭文練也是不舒服 所以基於這種同 在這種情況之下 老實講 我會跟各位恭喜 還好我們中華運管 有這個工會 所以大家 有個寄託 我們工會 這個成員 現在每天 都有在我們 雅北廠辦公室 有什麼疑問 我們隨時都在那邊 我們一起來 突破這一次的困境 那當然 租金面 還有那個 那個到底哪一天 因為我們 我在那個 我們的群組也發布 9月30號 公司會正式提出 這個大量幾部先請出 那他的資金的計畫 資金的來源 我想 也會 會提示 那當然各位同仁也知道 這個壓力多大 你看 總經理也跳船 你看財務長也跳船 還好這個工會還沒有跳船 大家放心 好不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 那因為我們表定時間是2點 有我們副集長 其實是我們集長 那剛好臨時有事啦 由我們副集長來 住職 那等一下 我們這一次的 思惠不知要怎麼連 啊 教訓信念要怎麼做 我們的勞動局這邊 掙著馬數的錢力 在給我們幫忙 那因為人數太多 如果問題的話 我們誰好 我們 由我們工會來 來整合 請勞動部 或是請勞動局這邊 那等一下 如果可以還有時間 就開放幾個名額 因為人數真的太多了 這樣玩下去 剛剛到7點 我看都玩不完 但是各位的潛力 我們勞動局跟我們工會這邊 一定跟各位顧好好的 請各位放心 謝謝各位 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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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客